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慕容赋为何会来大理 原因就是他整天风言风语地说自己是皇帝 他人虽以风 但说的话 在大宋却是大逆不道之言 为了不惹祸上身 王语言回到苏州之后 便和阿比把他带到了大理 大理是段玉的地盘 慕容赋即便风言被人揭露 也不至于惹祸 这一点段语也清楚 华鹤更道 陛下 以臣看来慕容赋一心只想复过为君 所谋不成 以神志混乱 八天时到 臣和华大哥想法相同 慕容赋自称皇帝 若在大宋境内给人发觉了便是满门抄斩的大罪 王姑娘担心他出事 又劝他不行 带他到大理来 脱避于陛下雨下 新修版天龙八部终章 因此 按照新修版小说的设定 想来他们此后 必是一直生活在大理无遗了 段玉还会时不时地对他们接济一番 不过这里会有个问题 那就是王语言和阿比带着慕容赋来到大理后 他们会住在哪里呢 在阿浪个人看来 王语言和阿比应当会带着慕容赋远离群居之地 因为大理是段玉的 这没错 但慕容赋整天说自己是皇帝 风言风语 在人多的地方始终会给段玉带来不便 因而他们三人很可能会选择必是安居 那会在哪里呢 其实王语言既然会把他们带到大理 那他定然是已经想好安居之地的 大理又现成的必是安居之地 就是无量身中的狼环福地 王语言最后很可能就是把他们带到这个地方 而且小说中也说了 段玉遇到他们三人时 是在大理北边的善居郡 牟统府一带 恰恰好不老长春谷 就正在善居郡之北 而从当日段玉带着王语言从临近不老虎的途中转向无量山 第二天就到了狼环福地里的无量欲动的路程来看 其实无量山也就是善居郡 牟统府一带 这就更能说明 王语言他们最终很大可能是隐居在无量山的狼环福地 八天时到 这一代人都说 善居郡之北 吐蕃以南的高山中 有座地方叫做不老长春谷 新修版天龙八部 中章 无量山狼环福地是王语言的外公吴鸭子跟他外婆李秋水当年双宿双膝的地方 吴鸭子和李秋水就是在那里 收藏了天下各门各派的武学典籍 也是在那里生下了王语言的母亲李青罗 后来那些武学典籍在李秋水带李青罗去寄养王家表亲时 随他们一起去了苏州 并在曼陀山庄建立一处狼环玉洞来存放 不过 在阿浪个人看来 随着王语言他们从此隐居大理 那燕子乌生河庄和曼陀山庄便是遗弃了 但环师水阁和狼环玉洞里的那些武学典籍 他们定然是不会置之不理的 因此随他们前去狼环福地的应当还有这些武学典籍 当年乌鸭子和李秋水收集的这些武学典籍 很可能最终还是回到了狼环福地 那么他们三个人在狼环福地过了多久呢 阿浪个人认为 除了阿比终老无量玉洞 王语言和慕容妇应当没能住多久 很大可能一段时间之后 慕容妇便疯病发作去世了 而王语言在慕容妇死后 则被段玉接回王宫 并被立为皇后 因为金庸先生创作王语言这个人物 是以段玉的皇后 大天井端文校得一皇后王室为原型来写的 这也是老版小说中 王语言最终跟段玉去了大理的原因 也就是说 无论王语言是否曾经回到慕容妇的身边 她最终还是会成为段玉的皇后 这也是新版小说结尾 段玉并为立皇后的原因 穆满清他们都是贵妃 段玉为君 清静无为 境内太平 后来她禀告师父本尘大师 将自己身世秘密对华贺庚 八天时等亲信说了 立穆满清为贵妃 钟灵为贤妃 小蕾为淑妃 新修版天龙八部 中章 而阿比则应当没有跟随王语言入宫 他用为慕容妇守幕和留守那些武学典籍之游 继续留在了狼环福地 这也让他与后世一位爵士高手 有了牵连 这个人正是黄耀师 不过黄耀师虽然算是阿比的传人 却不是阿比的直接弟子 按照新修店的设定 黄耀师很有可能会是阿比的传人 他得到了阿比的真传 只不过 黄耀师应当从未见过阿比 老版小说中的阿比 仅是慕容家的女帝 但在新修版小说中 他却另有一个身份 那就是幽谷八有之手 康广林的弟子 康广林是变聪先生苏星河的大弟子 也就是说 阿比其实是逍遥派的传人 乌鸦子就是阿比的太师祖 而从这方面论 王语言还算是阿比的师叔 那妇人道 这就是了 菊剑姑娘说 阿比姑娘和她年纪差不我 相貌美丽 很讨人欢喜 就是一口江南口音 说话不大听得懂 阿比姑娘是我们主人的师职 康广林先生的弟子 说起来跟我们灵鹫宫 都是一家人 新修版天龙八部第47章 既然是秦天康广林的弟子 那阿比的看家本领自然就是音律了 如此可以想象得出 隐居在狼环福地的阿比 她的后半生除了看管那些武学典籍 更能让她消遣时日的 就莫过于潜修自己的音律修为 谱写乐章和钻研乐器 这也是爱好音律之人的 人生一大乐趣 而随着年月渐身 她在音律方面的造诣 必然独树一帜 在她离世之后 也必然会留下许多 关于音律方面的著作 甚至是自己所用的一些乐器 不过 她一生未嫁 又是避世隐居 那她必然不会有后代 甚至不会有弟子 那她半生守候的这些武学典籍 和音律方面的著作 在她离世之后去了哪呢 很大原因就是为了黄耀师所得了 相信很多人跟阿浪一样 看黄耀师都会认为 她与下妖派必然有关联 因为黄耀师的武学套路 与下妖派一脉的武学太过相似了 比如说天山同老 曾教虚主捡地上的松球 以指地弹出 打伤过乌老大 这跟黄耀师的 绝指弹指神通很是相似 而天山同老在乌老大身上 打下的复古钉 这和后来黄耀师 打在梅朝峰身上的复古钉 根本就是同一种武功 而且下妖派的武学 和桃花岛武学一样 所讲究的都是优雅俊仪 运使出来的招式都非常的好看 还有灵九宫的救伤秘药 叫九转熊蛇丸 而桃花岛的疗伤神药 则叫九花玉露丸 只是黄耀师 从未泄露过自己的师承 她的一生武功 向来对外只是说自创的 而且小说中 对此也未曾有过交代 因而黄耀师的师承 一直都是个谜 不过 新修版小说《射雕英雄传》中 虽对黄耀师的师承 没有明确交代 却对他的出生有过补充 这里面大有信息 小说中借梅朝峰的回忆 讲述了黄耀师的祖籍 虽然是在浙江 但黄耀师却是出生在丽江 也是长在丽江 因为他的祖父当年类保岳飞 而被秦桧陷害 以至全家被冲军云南 太祖师忠心耿耿 在朝廷外大声疾呼 叫百官与众百姓 大伙起来保岳飞 秦桧便将太祖师杀了 家属都冲军去云南 师父是在云南丽江出生的 他从小就读了很多书 又练成了武功 新修版《射雕英雄传》第十回 云南在当时可是大理 这就是说黄耀师 其实是在大理长大的 也是在大理学成的武功 根据新修版小说的这些记载 阿浪个人猜测 黄耀师就是在少年时期 因缘际遇 跟当年的段玉一样 来到郎桓福地 并在那里得到了阿璧留下的 武学秘籍和音律著作 甚至还得到他当年用过的 乐器预消 因为新修版小说也曾写到 少年时期的黄耀师 因为与他的父亲欧气 离家出走了 从此就再没回过家 黄耀师很可能就是在 离家出走之后 本想避失的他 误入了郎桓福地 师父的父亲 叫他忠君侍卿的圣贤之道 师父听了不服 不断跟师祖争论 家里都说他不孝 后来师祖一怒之下 将他赶了出家 新修版射雕英雄传第十回 黄耀师在无量欲动 担变了阿璧整理下来的 各派武学典籍 不但学了下邀派的武功 更是继承了当年 乌鸦子武功之外的偏门之学 那就是琴棋书画 算术韬略 依补心象 奇门遁甲 当然也还从阿璧自己所著的 隐音律方面的著作中 继承了阿璧在音律上的造诣 由此精通音律 这也能解释 黄耀师为何会说 他的武功是自创的 就是因为他的武功是自学而成 确实没人教他 而且他是自己在心整理 将在这里学到的武功 蜕变成了自己的武学 阿璧从某种意义上 算得上是黄耀师的师父 只是黄耀师从没见过他 这也是黄耀师 没说他是成的原因 黄耀师注重忠孝 他不是个妄祖的人 有师父的话 他一定会跟弟子们说起 而黄耀师在此学成之后 也没再回到丽江 而是直接北上回到浙江老家 并在那里闯出了名堂 最终创下了桃花岛一派 自称桃花岛主 但江湖上他未成武爵时 则称他为邪怪大侠 还有狼桓福地里的那些武学典籍 最终很可能就是被黄耀师 搬到了桃花岛 而且后来的范瑶 之所以号称窥进天下武学 也是从这些典籍上来的 他和杨潇之所以合称逍遥二先 也是为了纪念逍遥派 不过这就是另一番论断了 好了本期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